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说是代理船长 他的工作主要是协助船长对整艘船的正常运行进行操作和管理 直接领导水手等加板部全体人员 他所在的船舶是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旗下的中海环球轮 他可是目前中国最大世界第二大的集装箱船舶 长400米 宽近60米 船体大小超过4个标准足球场 能够装载1.91万个标准集装箱 中海环球继承了当今世界主要的先进航海技术 是世界最先进的集装箱船舶之一 被誉为航运业的A380 日常工作中大副的重要职责之一 就是保证船舶的安全 因此除了指挥操作应急度 大副在每次船舶靠岗时需要定期检查锚链 挑战开始 可以看到就通过我这个第一视角可以看到 它宽都跟我的脚一样宽 所以可以把整个脚踩在这个里边 是吧 感觉此时此刻 这距离好像不止78米吧 好像 因为它是这种十字交扣的 所以我每爬一下的时候 都要转移自己的身体的角度 我已经到这个毛扣的这个位置了 来看一下 已经到这个顶端了 我现在手指的这个位置 就是它这个插销扣进去的地方 刘大副 OK了 检查情况如何 我看它已经是完整连接在一块 完整连接在一块 三侧都看过了 三侧都看过了 按下来横销没问题 横销没有问题 对 它都插在一块 我可以非常确切的看到它 我把身子看下去 可以看到它 没有问题 好的 非常好 你可以上来了 我爬的还比较慢 平时你们爬应该很快 就已经上来了 我觉得 刘大副 现在你的第二个任务来了 在这一背上的集装箱 你要检查底锁 底锁 你有锁 然后这背上还有冷箱 这冷箱也要进行检查 把它的温度激度下来 检查它是否有报警 现在我已经在机装箱船货架的最顶层了 从最底下我们逐一检查到上面 可能有20多层楼高 有这样的说法 说这艘船在海上远航的时候 就像一个独立的城市一样 一个城市只有20多名船员在维系 这1万多箱的货物 就单单我刚才检查这一面墙 就用了将近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可见他们的工作是重复单调 但是责任很大的一个岗位 随着靠岗货物装卸的完工 中海环球和他的家人们就要离港 开始新的远航 刘洋也结束了实习大副的工作 这艘巨轮自出厂以来一直跑远东 往返欧洲的航线 而在中国八成以上的外贸运输量 都有海运完成 像中海环球这样大型集装箱船 在中国一带一路建设 与世界的经贸往来中 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向船员们致敬 向船员们致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